这个从有台桥大量的到美国地区 来就是留学或者是经商 然后最后留在这边落地生根 把第二代生下来留下来的家庭 其实从应该讲说现在40岁的ABC 到现在12岁的ABC 这个range在全美有100万人左右 有100万人左右 而且就是台桥 那这份统计是就是根据就是说 之前教育部所有的留学生 那留学潮的那一批 我们看到留学潮那一批留下来的 平均生两个 可是我们很可惜 我们已经错失了40岁到 到现在的23岁之间的孩子 很可惜 可是接下来还有一个段落 将近15年的时间 那我们试想就是2012的孩子 当他也成家立业了 像我们旧金山的我就比较清楚 因为我住在旧金山湾区 有些孩子他已经毕业了 他又回到汤里面来工作 他也来关心FASCA 那我想我们不需要全部 我们也不用要他们都要回来 我们只要在这里头能够不断地有精英产生 他们就是侨领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侨社不就是这样 我们侨社里头的能够带动大家 带动大家来就是这个为台湾发声也好 把侨胞们的感情聚恋在一起也好 其实都是少数的代表性的侨领 他们在经营这个侨社 所以我想FASCA也会走 最end out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只要有我们做了很多 可是只要每一个地方都有五六个八九个认同 上下几代连起来 他就会让我们的侨社重新兴起 那当然我们也必须要接受 就是说他们毕竟不像我们是在台湾养成以后 才到国外来 在基本上头在文化的认同上头 我们不能要求他像我们这么样的 这么样的这个中肯 这么样的怎么讲 这么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发自己发自内心的这种中肯 可是我想透过FASCA 让大家都在一起之后 它会是一个全美性的网络 它会是让所有的ABC 他们可以知道哪边有所谓的 他们的未来可能人际资源 就好像我们现在有FASCA的学长 已经在工作 他自己就在FASCA他们说 我可以帮你们找intern 哪一位FASCA的孩子 你是学的是business 你把你resume递过来 我可以帮你修 我可以帮你改你的resume 然后帮你递你的internship 这就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就好像我们也有 已经在上大学的FASCA the member 他们自动会就是offer 就是说去FASCA的会议里头 去告诉他们这个chapter的孩子 你怎么样申请大学 你怎么样去过你的大学生活 是比较好的 然后他们也会帮他们改 他们要申请大学的 这个application form 也会帮他们做这样的修改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正向的 而且是相互正向的扶持的关系 那这种关系未来所组建的桥舍 也是一个正向的桥舍 那我们再期待这一天 而且我相信我们再等五年 再等五年 我们第一个会看到的是 这些已经在社会上 就是安定下来 有工作 稳定的生活的 前五代的FASCA 他们会回来 会回来自己办训练 他们会回来自己当咨询导师 他们会回来带下一代